中共山西官场持续大地震 日前又有两名高官被查 而吉林官场也出现了重大变动 吉林省委书记将不再由江派人马出任 中共官方媒体的论坛栏目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前军委副主席徐太后被查处之后 当局反腐的速度加快 不排除正向更高的大老虎推进 8月31号 吉林省委召开会议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秦峰在会上宣布 吉林省长巴银朝鲁接任吉林省委书记 王如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 另有任用 据了解 王如林将被调任山西省委书记一职 替代现任书记袁淳清 现年59岁的巴银朝鲁于1993年至2001年 在共青团中央任职8年 2001年调任浙江 据熟知浙江政坛的消息人士指出 巴银朝鲁虽有团派色彩 但在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 巴银朝鲁作为习的下属 担任浙江省委常委和宁波市委书记 获得习的信任 有媒体指出 吉林官场这一次重大变动 可说是为山西官场的权力调整做准备 8月29号 山西又有两名高官落马 分别是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白云 和副省长任润厚 而今年以来 山西已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 其中4人是在任常委 山西官场震动是够大的了 我看山西行委书记云春青也是非常危险的了 山西地震还会继续 习近平要改变对方 为达不掉这个局面 因为习近平这个最难打的就是各个地方政府 各个地方政府都是各自为政 都是追求利益 所以掉到汪乌林 有可能把汪乌林调到山西 让汪乌林和李晓峰低迫不合 都要拼命于习近平 都要在习近平面前好好表现 8月30号 中共新华网论坛栏目 专载凤凰网署署名博客文章指出 纵观山西这些被查官员 以山西本土为多 其中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可想而知 窝案串案将成为查处的重点 文章指出 以查处周永康 徐才厚为转折点 反腐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周徐两人是反腐的一个制高点 制高点拿下 向前推进的阻力锐减 而向前推进的速度必然加快 甚至不排除向另一个制高点推进的可能 那么 这所谓另一个制高点是指哪些人呢 28号 中共官媒发表博主严兆伟的博文 官媒报宋林为自救不计代价在敲打谁 文章指出 宋林为了保命 可能供出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大老虎 据了解 宋林是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心腹 与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关系密切 两人的合作祖继从大连一直到重庆 习礼上台之后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所谓的大老虎 比如说这个多喜来 周永康 把他的一些这个势力手下先收拾了 制造这个氛围 最后呢 才去动这个所谓的大老虎 按照这个思路下去呢 曾庆红 这个江泽民 应该是很快也就要是被收拾了 旅美中国问题评论人士李山健指出 山西官场地震也同时表明了 中共当局在反腐上还有另外一个思路 但是我感觉呢 跳过是很有限的 腐败只是一种表象 腐败的原因它根本没有去涉及 那这个原因简单来讲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据了解 吉林官场的重大变动 不仅是为山西官场的权力调整做准备 也是中共当局打击以江派常委张德江为首的 吉林邦的一大突破 从1989年起 吉林省委书记一直由江派人马出任 25年来 江派首次丢失了吉林老巢 事实上 早在6月14号 同属吉林邦的中共政协副主席苏荣被调查时 就被认为 中共当局针对吉林邦的政治风暴 已经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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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